之前写的那个觉得可能比这个更好笑一点 所以上场讲了这个 所以觉得这场的观众配不上更好的断门 压力大吗 这场 这场还好 就觉得能走到这儿就已经很开心了 怎么说上客气话的呢 压力太大了 后面一直望死 这段我看你们是比较成熟的作品 对 这个是之前很早就之前写的 本来这个本子是想上一场讲的 但是之前写的那个觉得可能比这个更好笑一点 所以上场讲了这个 所以觉得这场的观众配不上更好的断门 不 不是 这个你投完了是吗 那就无损 也没有 也不是 开玩笑 因为上一场是一为一 输了就会淘汰 所以肯定是要全力 但这场其实也很好 我感觉他们都有过舞台表演经验的朋友 都赞不绝口 说这个很难 谢谢 对 你们两个真的谁也离不开谁的 这个要是换个人 你说相上还能换个人 大家这个里头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 这怎么弄啊 是吧 对吧 出名的时候不能拆伙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在日本的 就是漫才这个是日本吧 对吧 在日本的那个漫才里面 它的这个语言那个节奏 跟你们现在这个节奏比是 会比我们更快 更快 是吧 对对对 我们降速了 明白 所以我觉得他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形式 弄到这个中国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是结合了中国观众的这个习惯 对 是的 做了一些 因为如果太快的话 它来不及 跟语言什么都有关系 对对 所以掌握那个分寸 其实我觉得是很难的 第一次现场看那个漫才 对 我觉得你们俩都是彼此太不可或缺了 就是他们配合太好了 你排练的时候也会一直打他吗 一直拍他 对 你没发现大部分有点高低纤吗 我甚至觉得我有一点记住侧弯 真的 这个如果是你们一生的才艺的话 他真的有工伤 然后就是一直都在这样 我对这挨多少巴掌 真的很厉害 好 获得了10票 领校园的拍灯 来看一下 最终肉食动物的排名情况 其实我跟他们 我们私底下在聊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其实能够把漫才 让观众能够了解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 至于我们拿到什么名次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 你得接近90 我估计85以上应该要 87票 太恐怖了 对了来来来 肉食没办法 恭喜肉食到我直接进去 肉食这个非常非常好 就你会发现漫才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以说接下来下两期他太可怕了 这么 Boo 愿担我的鼻子 对我那边 这个人 我觉得我应该哦 我愿担悟了 第二点 学习